第1235章 海谷山脉 兽玉的面积虽说比不上中周,但也不可小觑,那重重叠叠看不见尽头的山脉,足以让人感觉到这兽玉的另类狂野气息。 虽说兽玉是号称十万大山,但这却只是一个粗略数目,真要算起来,肯定是远远超过这个数量。 这些山脉,绵延到人力不可及的遥远之处,岁月的流逝也是在这无穷无尽的山脉中留下了数不清的宝藏,只带着有缘人前去将之开启。 此次的远古遗迹出现地点是在兽玉的海谷山脉,那里在兽玉之中名气颇为不弱,因为这座山脉拥有着令人胆战心惊的海谷海洋。 无数巨魔兽的尸骨被抛于此处,这些瘦骨伴随着岁月的流逝,则是会逐渐地将海谷之中蕴含的一些奇异兽力挥发而出。 这种能量对于人类没有什么作用,但对于魔兽来说却是不错的补品,因此也是导致这海谷山脉成为了众多魔兽所喜爱的聚集之地。 海谷山脉位于兽玉的西南方向,因为担心魂英国会被其他人劫足先登,因此硝烟一行人在进入兽玉之后,便是再度马不停蹄地对着海谷山脉赶去。 如今的兽玉无疑是因为那远古遗迹的出世而变得骚动起来,在对着海谷山脉一路而去时,硝烟一行人,见到了不少明显目的地也是与他们相同的强者。 这些强者有能够化成人形的魔兽,也有着一些从兽玉之外人风赶来的人类强者,显然远古遗迹出世的消息早已经扩散了开去。 见到这一幕,硝烟眉头倒是忍不住地微微皱起来了,没想到远古遗迹的吸引力如此之大,这些单独的强者倒是没什么,他唯一担心的,是一些强大势力也是成群结队而来,那样的话可就真的有些棘手了。 据传此次的远古遗迹之中有着天阶斗际的存在,想必那些大势力即便来了,也是应该冲着这东西去的。 我们的目标只是婚姻果,到时候若情况不对,取了婚姻果便走,这浑水可不好汤。 望着下方飞速向后夺过的山脉,硝烟面上一片沉淫之色,这倒不是说他对天阶斗际没兴趣, 说实在的,他即便是到如今,也从未见到过天阶斗际是什么样子的,说不好奇那是假的,但事情轻重他确实明白,如今最主要的是先必须帮助要老恢复电风实力,不然的话,星云阁与魂殿之间的差距那就太过庞大了,指不定什么时候魂殿摸清了底,动手的话,星云阁就完了。 当然,若是能够在婚姻果到手之后,情况上还未出意料的话,那倒是能够稍稍动下其他的心思。 天阶斗际,这等存在于传说中的斗际,恐怕威力不会比硝烟的毁灭火帘弱上多少。 在庞大的兽玉那连绵的山脉之上接连赶了两天路之后,那遥远之处却是突然浮现一抹刺眼的森白之色。 这缕森白之色出现在这聪裕的山脉之中,显得极为的不协调。 然而,当硝烟等人见到时,眼中确实跳上了一抹兴奋,经过将近十天的赶路,总算是抵达了目的地。 到了这里,周围天际上的飞夺而过来的人流则是越来越多,时不时便是有着一道身影,犹如狂风一般飞夺而来,然后对着远处的那森白色的山脉夺去。 海谷山脉快到了,仙允阁有两位长老在此处探查,我们先与他们会合,在商量后续的事如何。 望着远处的森白色的山脉,沐青鸾的脸色却是变得凝重了许多,即便是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它依旧是能够感应到不少异常强悍的气息。 听得沐青鸾的话,萧妍也是微微点了点头。 如今这海谷山脉是真正的人蛇混杂,各种势力各种强者都是在此处,若是对情况不了解一头闷冲的话,恐怕只能成为众师之地。 见到萧妍点头,沐青鸾这才从那截中取出一枚古玉,然后将之轻轻捏碎。 就在古玉捏碎之后不久,那远处的山脉中,一道身影迅速夺去,然后对着萧妍等人夺来,片刻后便出现在了巨鹤之上,望着萧妍一行人,那来者明显是松了一口气。 来者是一名身着灰袍的老者,在老者胸口处,佩戴着一枚星云阁的长老徽章。 只不过此刻的老者似乎看上去略微有些狼狈,宛如刚刚与人交过手一般。 胡长老,您这是,其长老呢? 见到老者这般模样,沐青鸾一正,玄迹道。 文言,那被称为胡长老的老者却是苦笑一声,玄迹颇有些怒气的道。 我与其长老本来是奉两位阁主之命,先来这海谷山脉探清情报。 如今的这海谷山脉来了不少强悍势力以及强者,大家都是各自在山脉中寻找落脚之地, 等待远古一季的彻底开启。 我与其长老运气不错,寻了一处靠远古山脉颇近的山峰,在那里能够第一时间探清一季的动静。 但我二人带着一些星云阁弟子,刚愈在那里搭建营地,却是遇见了风雷阁的人。 硝烟眉头轻挑,还真是老原家呀。 他们竟敢出手。 木青鸾脸颊微沉,眼中也是浮现一抹怒火。 如今的风雷阁仗着与天妖皇族关系不错,倒是越来越嚣张了。 哎,没办法。 风雷阁这次连雷尊者都是亲自动身而来,我二人还没跟他理论,就直接被拈了下去。 其长老大怒之下也是被风雷阁强者打伤。 如今正在一些弟子的照顾下不能行动,所以只能我来迎接你们了。 胡长老叹了一口气,不过他虽然话这么说,可脸庞上也是琴着不少不甘之色。 显然风雷阁这般霸道的行径令他相当不愤。 木青鸾戴眉紧皱,突然偏过头,望着硝烟轻声道。 老师说了,此行出来,一切由你做主。 听得木青鸾这话,那胡长老目光也是转向了硝烟,恭敬地拱略拱手,说道。 想必这位便是阁主清传弟子,硝烟少阁主吧? 老夫胡夫见过少宗主了。 胡长老客气了,还是叫我硝烟吧。 少阁主这名头,我可担当不起。 硝烟笑着摆了摆手,然后瞥了一眼,正紧盯着他的木青鸾,略作沉隐,说道。 咱们先去看看齐长老吧。 呵呵,我来带路。 胡长老笑着点了眼头,转身在身前引路。 硝烟,这是怎么办? 风雷阁,可是完全没有给星云阁脸面了,若是我们没有什么作为的话,恐怕就得沦为人笑柄了。 望着秦风带入了胡长老,木青鸾忍不住在低声道。 硝烟微微一笑并未说什么,但见到他这笑容的木青鸾倒是心里稍稍平静了一点。 从认识到现在,他似乎便是从未见过硝烟白白吃过亏的,即便是上一次被重伤的昏迷了一年,那也是让得一名五星斗尊付出了一只手臂的代价。 众人一路上跟着胡长老在茫茫山脉之中一阵穿梭,如今的这片山脉已是被密密麻麻的人海所占据,整天的喧哗声令得这片云本宁静的山脉,变得犹如交易市场一般,各种纷杂的吵扰之声都是铺天盖地的涌来。 这些人海之中并不发一些强悍的,连硝烟都是略为有些侧目的气息,看来此次的远古遗迹是真的吸引来了不少的真正的强者来到。 一行人在山脉中穿梭了好半上,风才在一处偏僻的小山丘上停了下来,此处的山丘上有着二十几名幸运哥弟子把守,只不过此处的他们看上去似乎显得极为的萎靡与愤怒。 显然,这应该便是被风雷阁的人毫不给面子的从营地中撵出来所致。 胡长老的回来倒是令得众人精神威威一阵,而当见到后面的木青鸾一星人来时,士气终于是振奋了一些。 不少人的目光都是停在了萧炎身上,对于这位在石塔闭关了一年时间的阁主亲穿弟子,他们也都是早有耳闻。 少阁主大驾光临,未能远迎,还望恕罪。 在萧炎一星人落下身来后,一名面色有些苍白的红衣老者,便是在两名幸运哥弟子的搀扶之下,从帐篷中行了出来,对着萧炎拱了拱手,恭敬地说道。 声音刚刚落下,这位齐长老便忍不住的剧烈的咳嗽了几声,嘴角隐隐间有着血迹浮现,显然是被伤了内脏 妈的,风雷阁这些王不淡,我星云阁大部队还没来,不然哪有他们嚣张的地方 见到齐长老这副伤势,周围的那些星云阁弟子,心中的怒火又是升腾了起来 硝烟缓步走于齐长老的身旁,将其手臂握住,略微查看了一下后者的伤势,轻轻点了点头,说道 伤势不清,谁出的手 哎,风雷阁北阁阁主,匪天 齐长老叹息道,闻言,硝烟一正,旋即轻笑,两三年时间不见,这位北阁阁主废天,还是一如既往的霸道啊 从那界中取出一枚丹药,递于齐长老,硝烟伸了一个懒腰,说道 风雷阁那里有几位斗尊 就雷尊者一个人 硝烟微微点头,然后在那众人的注视下,缓缓转身 健壮胡长老一愣,连忙问道 兽阁主,您这是 走吧,砸场子去 淡淡传来的声音,令得在场的幸运哥弟子,体内的血液,瞬间便是沸腾了起来 《斗破苍穹》有声小说,由听中国出品《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还请您继续收听《斗破苍穹》第1236章 136章 找场子 虽说此行出来,主要的目的是浑因果 若是没有特殊情况,硝烟也并不想节外生枝 但有些事情,即便是想避,也是避不开的 如今的风雷阁,伴随着与天妖皇族的关系逐渐交好,也是越发嚣张 隐隐有种真当自己当成四格老大的地相 此次强行抢占星云阁事先所寻找到的营地 这无疑是真正的扇了星云阁一个耳光 这种事,若是星云阁选择不过问的话 定然会沦为别人的笑柄 开宗立派偶尔的忍让是需要的 但有一些关乎原则的东西却是绝不能弱上万分的 否则不解对于名声打击极大 而且还会令得宗内的弟子士气低落 如今的要老已是星云阁阁主 虽说对于这个莫名其妙 落在头上的少阁主的名头很是感到无奈 但既然顶上来了,那么自然是要付出一些责任 此行要老与封尊者将队伍的指挥权交给他 也是对他的一种信任与考验 若是面对着魂殿 这种远比星云阁强悍的庞然大物 一时之辱或许上还只能略微人人 戴德日后再报 但在萧炎心中 封雷阁却是并没有达到那种让他退避的资格 当年初来中轴 仅仅斗皇实力的他 便是敢与封雷阁挑战 更何况今天 一个区区的雷尊者 实力尚还不及封尊者 三清斗尊左右的实力 莫说萧炎这边便是有着两位 即便是他亲自出手 这雷尊者也是没资格能讨到什么好处 萧炎的这番举动 无疑是立刻赢得了在场的 所有星云阁年轻弟子的支持 他们能够成为星云阁的弟子 本身便不是什么庸人 如今却是被封雷阁如此羞辱 按照年轻人年轻气盛的性格 即便是明知道不是对方的对手 怕也是得硬冲上去 让人家知道星云阁没什么软和 今日若非是两名长老严加呵斥 他们早便是与封雷阁动手了 原本以为这口气已经没地方再出 确实没想到 这位在他们心中 上还有些陌生的少阁主 如今一出面便是这般火爆 一时间呢 萧炎在这些年轻弟子的心头的地位 瞬间便是直线飙升 有时候拉拢人心 本就是如此简单的事 对于萧炎此举 两位长老也是一冷 迟疑了一下 见到周围那些年轻的星云阁弟子 战红的脸庞 心头那股隐约的邪火 也是在此刻窜了出来 妈的 风铃哥当着这么多强者的面前 伸了星云阁一个巴掌 若是不找回这场子的话 恐怕日后这老连也是得丢尽了 对于萧炎的实力 他们虽然并不清楚 但萧炎身后的小一心 与天火尊者 还有雄战三人 他们确实极为了解 这三位可都是货真价实的 斗尊强者 一个区区雷尊者 又能算个鸟啊 一切都听少阁主吩咐 两名长老郑重的一抱拳 然后一挥手 便是率先夺废而去 其后 大批的星云阁弟子紧随而上 那杀气腾腾的模样 倒是引来了不少诧异的目光 在靠近海谷山脉中心的位置 有着不少山峰处里 由于这里与远古遗迹 开启之地坷近 因此这些比较好的地方 大多都是已经被一些 拥有着不弱实力的大势力 给占据了去 一些独心侠 以及小势力的强者 则只能寻找其他地方 如今的海谷山脉之内 几乎处处都是人有 喧哗的吵闹 喝马之声不绝于耳 由于人多 有无人管制的缘故 也是导致现在的海谷山脉 一片混乱 为了一些小事 呼朋唤友 大打出手的事情 几乎是屡见不鲜 在靠近中心的那些山峰中 有着一座 此刻早已经被众多人影所占据 在那山峰之顶 一面大旗迎风舞动 风雷阁 三个荧光神神的大字 远远看去 倒也是显得 分外的霸气 在山峰的山顶上 一片雪白的帐篷连绵而立 帐篷之内 隐隐有着悠长的气息传出 显然都是一些实力不弱的强者 看着模样 为了此次的远古遗迹 风雷阁倒是动用了不小的手笔 在那众多帐篷的中心处 有着一处显得格外大气的巨型帐篷 在帐篷之外 有着不少风雷阁强者 面色冷立的警惕而立 在那帐篷之中 偶尔有着笑谈鸡声传出 刷的一声 帐篷的帐连突然被掀开 一道略瞻酒气的银桃人影大步而出 周围的护卫剑撞 连忙功声行礼 北阁主 银桃人影淡淡地应了一声 那般容貌 赫然便是当年追杀硝烟的那位 风雷阁北阁阁主 费天 这两三年时间 他倒是没什么变化 只不过气息 确实越发的浑厚 眼眼间 有种半只脚 踏入那个层次的奇异感觉 阁主在这里接待贵客 不要让人惊扰道 你们多加注意一些 费天吹了吹冷风 然后瞥了一眼四周的风雷阁强者 沉声道 是 文言众人连忙应道 见状 费天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刚欲转身回迎 眉头突然移皱 目光望向通往山峰之下的那条山路 隐隐间 似乎有着一些吵闹之声 从那里传来 怎么回事 费天眉头清皱 问道 这 被阁主误恼 属下去瞧瞧 一名实力达到了斗狂级别的强者 连忙应当 身性移动 便是对着山峰之下 急躲而去 这名风雷阁强者 刚刚冲下山顶 山还不带 那费天回过神来 一道低沉的门声 便是突然响起 旋即一道人影 带着一道惨叫声 从山路之上 道士而回 沿途将十几个帐篷 都是震得 崩塌了下去 谁敢来我 风雷阁之地捣乱 找死不成 见到这一幕 瞬间便是令得山顶上的众多 风雷阁强者脸色巨变 费天的面色 也是缓缓地 阴沉了下来 抓起来 死活不论 听得费天 那蕴含着怒火的鹤声 那众多的风雷阁强者 也是齐声怒鹤 旋即人影闪动 带起阵阵的破风之声 满脸凶悍地 对着山顶之下夺去 见到如此之多的 风雷阁强者 齐齐出手 费天脚步 也是缓缓踏出一步 带得抓住那捣乱之人 他定要 好好地将之收拾一番 然而那费天脚步 刚刚踏出一步 一阵低沉的肉体碰撞之声 突然响起 旋即那刚刚如狼似乎 冲下山顶的一群 风雷阁强者 顿时再度倒视而回 在雪雾喷土间 重重地落在山顶 上哀嚎声不断 这一幕 直接是令着费天踏出的脚步 凝固了下来 其阴沉的面色 涌上了一抹凝重 能够以这种速度 将这么多风雷阁强者 全部收拾掉 看来那来者 可不是什么弱手啊 不知道是何风朋友出手 这里是风雷阁的营地 还望看在风雷阁的面上 费天木工 铭固在那山路处 沉声道 呵呵 费天阁主 几年时间不见 你倒还是喜欢 这般的将风雷阁 挂在嘴边呢 费天的声音 尚还未完全说完 一道笑声 便是自山顶之下 徐徐传来 旋即大批的身影 缓缓出现在了费天视野中 而领头的一位青年 更是直接令得费天 眼瞳突然一缩 修炎 见到那张记忆异常深刻的脸庞 费天的面色 几乎瞬间涌上了阴寒之色 当年修炎令他丢尽了颜面 即便是如今 依旧会偶尔被人当作笑料提及 这也是让得费天 心头对于修炎的杀意 越发浓郁 没想到今天竟然会在这里 再次遇见 我说是谁 原来是刚被拧走的星云阁的人 费天怒光 瞥了一眼一旁的胡长老 与其长老 脸庞上夺过一抹讥讽笑容 说道 文言 两名长老脸色瞬间铁青 眼中怒火汹涌 若非他二人 并非是费天对手的话 恐怕现在便是忍不住在动手了 怎么 拉了一点帮手 准备来找场子了 见状 费天确实一笑 笑容中讥讽更甚 虽说他略微有些看不透 小一仙等人 但却并未将他们认为便是 斗尊强者 一来是后者太年轻 二来便是打心底认为 以硝烟的本事 可还没有那资格与斗尊强者结交 费天 由事速速解决 不要干扰到歌主的雅性 两道身影 突然自那中间的帐篷之中夺出 玄机落在费天身旁 沉声道 嗯 其他人交给你们吧 硝烟留给我 我会让他这个小子 把当年的债 好生还上一还的 费天面露 争鸣之色 低沉的说道 话音一落 费天还不带二人回话 他脚掌之上 阴芒便是一阵闪烁 竟然便是这般 凭空消失了去 在费天身形消失的那一煞 硝烟平静的脸庞上 却是掀起一抹细微糊涂 脚步轻轻的踏出半步 手掌对着面前空间 轻轻一握 随着这一掌的卧下 硝烟面前空间 顿时闪电般的凹陷而下 而一道身影 也是出现在了凹陷的空间之中 细细看去 赫然便是刚刚消失的费天 只不过此刻 他的脸庞上 却是被一片惊骇与惊恐之色所取代 一掌崩塌空间 这种能力 那可只有斗尊强者方才能够办到的呀 雷尊者 让这种小猫小狗出来 也不怕入了你风雷阁的名头 随手一掌 置住废天 硝烟确实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目光直接望向那帐篷 微微一笑 屈指一弹凹陷空间之内的翡天 胸膛直接的生生陷下了半寸 一口烟红的鲜血喷射而出 而其身形也是如同炮弹一般 倒废而出 然后在另外两名风雷阁阁主 惊骇欲绝的目光中 狠狠的砸进了那宽敞的帐风之内 斗魄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那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魄苍穹 第1237章 第五節